国台办发言人陈彬华近日表示 2023年在大陆新冠疫情防控平稳转断的新形势下 我们积极推动两岸交流尽快恢复正常 两岸各界在时隔三年后再度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交往 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快速回温持续若落 2023年两岸往来约300万人次 其中台湾同胞来大陆较上年增长7.4倍 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祖国大陆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往来正常化 常态化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新年贺词 先后向第15届海峡论坛 第6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 和两岸企业家峰会十周年年会致贺信 宣示了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造福台湾同胞的政策主张 充分体现了对广大台胞的深情牵挂和关心关怀 感召两岸同胞相向而行 加强交流 扩大合作 携手并进 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广阔机遇 有力引领了两岸交流合作的前进方向 二是两岸同胞交流热情高涨 两岸一家亲情意更加浓厚 随着疫情防控平稳转断 大陆有关方面及时采取措施便利两岸人员往来 两岸同胞交流交往的热情高涨 数以万计的台湾同胞踊跃参加海峡论坛 2023两岸青年峰会 两岸交流融合月等活动 许多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第一次来到大陆 亲眼目睹大陆欣欣向荣的发展风貌 亲身感受大陆同胞热情友好的真挚情感 马英九先生率台湾大学生来大陆交流参访 大陆高校师生应邀回访赴台交流 受到两岸民众普遍肯定 杭州亚运会成都大学生运动会赛场上 台湾运动见而时刻感受到家的主场氛围和温暖 湖南广电芒果TV制作的两岸音乐交流综艺节目 生生不息宝岛记 央视电影频道制作的两岸歌手同唱 明天会更好音乐短片 唱响两岸同胞的心声 三是交流活动丰富多样 各领域交流全面升温 各地各部门积极举办形式创新 对象多元的两岸交流活动 为两岸民众提供更多交流切磋 增进情意的平台 两岸文化交流持续热络 民俗信仰交流内容丰富 基层交流形态多样 青年学生交流精彩分成 教育 出版 医药卫生 体育 新闻 工会 妇女 少数民族 宗教等领域和界别的交流广泛开展 数以万计的台湾民众来梅州岛妈祖祖庙朝拜 参加皇帝 炎帝 福西 官帝 开张圣王等祭祀大典活动 数以千计的台湾村里长等基层代表 到大陆各地交流参访 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院 第十一届海峡青年节 第十届台湾青年岭南行等面向青年的交流活动 让两岸青年走近走亲 两岸新锐设计竞赛华灿奖 第六届中华设计奖设计大赛 威爱第七届两岸青年短片大赛 第三届IM两岸青年影展 海峡两岸闽南语音乐大奖赛等 吸引了众多台湾青年参加 四是融合发展持续深化 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 各地各部门积极努力 会台立民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实落细 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 得到进一步完善 越来越多的台胞 特别是台湾青年 在大陆找到了实现梦想的舞台 成为中国是现代化的见证者 参与者 受益者 2023年有25名台湾青年和三个以台湾青年为主体的团队 获评省级和市级青年五四奖章和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含提名奖荣誉称号 中国音乐家协会 摄影家协会 戏剧家协会 新增吸收七位台湾文艺家会员 中国作协新增吸收两位会员 陈兵华表示 事实充分证明 两岸同胞同文同种 人亲土亲 要来往 要交流 要合作 是两岸同胞的天然情感和朴素愿望 是民进党当局所干扰阻碍不了的 新的一年 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积极推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 不断扩大两岸人员往来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推动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心灵气和 促进心灵气和